大家好 感谢您关注我们的线上直播课程 在这个时间和刘峰老师对话的嘉宾是梁树铭先生的长孙梁清源老师 梁清源老师是资深的心理咨询师 中国孔子基金会梁树铭研究中心的主任 北京大学社会调查中心专攻北大课题组的首席心理专家 西南大学的特邀研究员 今天梁清源老师和刘峰老师对话的主题是 梁树铭先生心目中孔子人生态度系列课程的第四讲 看自己 好有请梁清源老师 大家好我是梁清源 今天我们讲的是孔子的十三种人生态度的第四讲 是看自己 那么这个主张 梁树铭先生提出来的这个孔子态度的主张 是基于论语 所以我们在论语里可以看到 在论语的理人篇里头讲过 是吧 不患无畏 患所以地 不患莫以知 求 未可知也 不患人知不知己 患其不能也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我们也看到 因为用这个看自己这个 这个说法吧 梁树铭先生还是争酌过的 因为 比如说想中自己 或者相内归因 从这个名字上 从字面上去看 好像还是不那么说得清楚 所以后来我仔细的去琢磨过 可能还只能用这个 所谓的看自己 那么讲到这个看自己的这个事情呢 不是说 我们拿一个记性字去看自己 而孔子讲的这个己 自己的这个己 是不是我们通常的那种观念 是把一个东西 是把一个物体 然后把它算 这个是己 它不是的 它就讲是一个趣味 其实就把人的这个本质 说成一个什么东西 马克思其实就专门讲过 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它是一个交汇 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当中的一个节点 那么从孔子那边 他当然没从这个角度去讲 但是孔子这个态度 比如说他讲 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人 这个魏灵宫篇里头 就是这样讲的 那么在新闻篇论语里头 孔子也讲过 古之学者为己 金之学者为人 这个为己为人 不是说为了自己读一个学位 为了一个什么事情 我去来读书 包括我为了秀我知识冤博 这个都是不对的 包括我们所谓的为人 其实就是为了秀 我有知识 秀我读书读得多 秀我这有一个书单 我读过什么什么书 这个在孔子的人生态度里 都认为是不可取的 其实这一点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 这个己是某种意义上 我自己的理解 是一个心理学的一种自我的观念 自我的一个存在 因为我们一般从大陆的这个教育来看 很容易把这个自我和这个自私混淆在一处 这样一来呢 大家讲这个看自己 或者说顾自己的一个事情 就好像有一点贬义的意思 但是梁树民先生 他自己一生倡导的独立思考 表里如一 那这个独立 显然不是让别人去独立 是自己要独立 那这个己 就是独立的这个自己 所以梁树民先生 他曾经专门讲过 就是有主见才有自己 说是主见 称之为偏见也可以 我们的主见也许是浅薄的 但即使是浅薄的 也是你自己的意见 从这句话 我们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这个己是一个独立思考的 肯动自己的脑子去分析 判断了解世界 了解他人的这个己 而不是一个 我为了让自己吃饱了 我让自己吃好了 我自己去挣钱 它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它是一个意味 所以梁树民先生说 如果我是一个意味的话 那你就还他一个意味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 特别要注意的就是 看这里 就是看自己 不向外头去找 因为在这个解释当中 梁树民先生特别强调 就是万其灭 万灭之思 亦是引来者也 就得失的这种想法 万其万灭的这种东西 都是从外头引进来的 因为我们自己可以冷静的想一想 我们比如说认为吃素好 或者吃素不好 这个恐怕大部分 还是从旁人那来的 并不是自己醒悟 独自琢磨的 更多的是外界传递给我们 我们向他认同了 所以这个慰藉 就是看这里 看自己当下的那个心意 而不是某一个思 某一个小小的那种所谓小我 再有一点 这个所谓的看自己 就是有一个外部的视角 去审视自己 也可以说 其实是一种内观自行 所以在这里头 我们在论语的学而篇 曾子就讲过 悟日三省悟深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为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可见 儒家的功夫 对内观自行这个事情 是格外的强调 格外的重视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强调的是一个 无对的 从佛教讲是无对的 没有得失和目的所求的 只是一个心态的 一种 应该叫心理学上 应该叫原生感觉吧 我自己是这么感觉的 那么是一个悲悯的心情的发现 所以他曾经要求过 梁淑明先生曾经要求过 大家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 去从事乡村建设的时候 让大家有一种 出家的精神 出家的精神 他自己的心境 是不是有那种 坚诚 热忱 真挚 的一种心态 去做 乡村建设 乡村建设 这个是 己 这是一个纯粹的 对吧 那种赤子之心的 那种己 那么在这个时候 其实 帮助他人 也是为己 这个其实我感觉更深一点 因为作为心理咨询师 他是一个助人的工作 其实在助人的过程当中 那么那么多的来访者 因为二十多年的这个临床咨询的过程吧 那这些 不管是年纪大的 年纪小的 这些来访者 他们的成长 他们的醒悟 他们的改变 对我自己 都是很好的起步 都是很好的提点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自己感觉 就是这个工作 真正能做到 就是送人玫瑰 手有余香的这个感觉 那种幸福感 那种心流的状态 给自己带来很清楚 很幸福的那种感觉 再有一点 梁树民先生讲 这个己就是什么 人心自然流行 实时当下 不离此地 因为我做过很多年的高三 高考生的这个工作 全国各地去了不少中学 接触了很多的高三学生 高二学生 那么我在接触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我其实的体会也是很深刻的 就是我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 跟那个学生交谈几句 那就很容易感觉到 不是去看他的学习成绩 也不用听他的班主任介绍 你去跟他交谈一下 你可以很快感觉到 就是所谓的尖子声 我们为了说的 简洁一点 尖子声就是能够会学习的 这帮孩子 还有那种普通声 是你成绩比较糟糕的学生 那么这两者不是智商上有区别 有人老以为智商不够 这个其实不是 我们做过相应的心理测评 有的所谓的普通声 甚至于所谓的落后声 他的智商可能超过尖子声不少 那么他们怎么就跟这个 所谓的尖子声 或者说会学习的学生 拉开了差距 造成了这种学业成绩上 或者是中国大陆的这个中学 特别爱搞的 就是成绩排名 他怎么就老往后排 怎么上不去 他不仅仅是一个 比如说肯学习肯吃苦 这个守纪律 不仅仅是这样 而更重要的 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这些尖子声 都是能够主动自行 肯于自律 而且他们在思考上 是深入的 是冷静的 遇到问题 首先从自己这儿找原因 看有没有可以改善 而后边的这些学生 成绩比较不满意的 成绩很差的这些学生 基本都是在什么 都是在应付学习 那终于老师要的多少题 我做完了 考完了 拉倒 或者是糊弄一下 甚至于做个B 或者先看答案 再去写上 给抄上去 然后这样来糊弄老师 那这种情况下 就是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学生就是什么 几乎没有自行 而且在思想上 行为上是冲动的 是浅显的 是很难自律的 而且一旦遇到了 问题 遇到了挫折 总是 把这个原因 归注于外界 归注于老师没讲明白 归注于自己 怎么身体又不好了 讲了种种种种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那我就能看出来 是不是看自己 是不是肯于 公身自行 那其实就是一个 看自己差的 成绩很难提上去 即便 他的所谓智商 很高 那这个东西 也是不行的 更有意思 就是我曾经遇到了 一个很让我郁闷的事 就是我的一个亲友 正好那一阵呢 我去我父母家去看望二老 然后我的这个亲友就告诉我 这个住在我父母他们小区的 有一个人 一直想找我 因为孩子上网成瘾 特别想做这个心理治疗 希望能够 能在世间上跟我赶上 因为他就住在小区里嘛 希望就不用跑了 然后能够来一个 相机救济也好 或者是顺水推舟也好 那么正好做一个咨询 那么因为我这个亲友 提前跟我说了 那么正好我就去了父母家 我还特意提前去了 那么他们说好是十点半左右来 一等不来 二等不来 到了十二点都没等 后来我赶紧就去联系 给他推荐的这位亲友 那他说这个 那个人怎么怎么有事 又跑了 当时我就觉得 一个是我这个亲友 不是很负责 因为一个这个学生的家长 也是很差劲 对吧 自己孩子已经上网成瘾 已经都休学了 还不着急 我心情很郁闷 但是呢 时间过了以后 大家过了两天 我就在想这个事 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根本原因是在我 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巧的问题 都是我正好去 他正好弄 大家都在想一个低概率的可能性 对吧 我也懒得跑 他也懒得跑 正好在我父母的小区一碰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很难确定 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 家长 孩子 已经成这样 这个家长的态度 还在等凑巧 才去帮助孩子解决问题 那这个其实已经给我发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 就是 他在取巧 那我怎么能够去迎合他 或者不防备他 然后在那去首都带出 所以这个情况 虽然我被挑票了 对吧 我被摆了一道 那其实这个原因 还是在我 还是在我没有 把这个咨询当成一件郑重的事 和对方取巧的那个心态 我也没有认真的去做一些预防 或者是提前去联系 所以由此可见 就是看自己 很重要 我先讲到这 我先讲到这 谢谢杨老师 今天这个主题特别棒 看自己 那这个刚才已经讲到 这个自己的体重 我们一般人理解 这个体重的范畴 可以啊 所以实际这个 对自己的理解的 这个整体的时空范畴呢 啊 站在不同的层次 有不同的理解 那从他的最究竟的层次 来做一个解释 这个字呢 指的是自性 那自性指的是什么 是指的是恩美 恩其于无穷大 啊 这个本子继续的这个本性 啊 这叫字啊 所以自性当下的临在 就是自己 这个体呢 实际指的是那个 在下这个 大家想讲 中央物极土的 这个体 啊 这个体呢 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在这个 三维空间的一种 居中的能量状态 也就是那个能量 它在居中的状态的时候 它正达到这个 周边整体的平衡 和谐的时候呢 它的纵向提升 的条件还具备 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 我们讲的这个 时空进行能量 啊 在这种啊 贯通的状态下 被称之为最本质的自己 啊 所以如果理解这个自己 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生命的意义 在于回归自信 回归高危 也就提升我们 意识能量的维度 但是这个提升维度 在每一个空间层次 它有条件的 你在任何一个空间层次 只要你不和谐 你的那个能量 就是一种偏性状态 这种偏性状态 你提升起来呢 就是邪的 啊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这个 邪的 邪心 啊 这个所谓的魔 都是指的这种 性质的东西 啊 这个妖魔呀 什么就是心魔呀 都指的是这些东西啊 所以呢 真正的 这个自己 实际就是整个 宇宙时空 在这个当下 也就是自信当下的灵在 这是从他的本质上讲啊 那第二的话呢 看自己 实际上呢 是 关投影员 因为高位是投影员嘛 所以你从这个投影员去看 你才能看到这个 就关到投影员的内在关联的时候 你才知道 他跟投影像的关联 你才能了解这个像 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 所以在心理学里面呢 他也讲到自我观念 啊 自我存在 这个我呢 啊 他起码是在三维和四维的临界态 啊 他是把意识和潜意识关联前啊 那个潜意识的我 啊 更接近本我 啊 那个本我呢 是指的那个超意识 到了那个恩维 恩习无穷大 能够和一切我的 这个大我系统 曾经有一个年轻人问过一个问题啊 他聊 聊起来 他说他有一个特别深的感悟 在他成长过程中 他说小时候认为 我这个字啊 只属于自己 后来他 突然有一天发现 谁都用我这个字 而且每个人把这个我跟别人分离 给给给区别开来 他就觉得很有意思 啊 那后来我们才明白 这个我是共性 啊 所以我是 在所有的人都拥有的 啊 这个共性 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大我 各个本质是一起的 所以这样呢 心理学里面的自我的观念呢 就有这个我的层次了啊 在三维空间 带有分别的这个我 在佛教肯 叫我下 啊 那这个我将会放弹了以后呢 就进入家 是我家 那最后呢 他可以托人下 在我家的托人下 啊 到了这个治国的层面 和社会层面呢 哎 这是我和众生的关联 啊 这是我的那个 这叫破众生相 啊 这就放大这个我 那到了整个的宇宙 整个的生下 整个宇宙呢 啊 他平天下 这个我就变成大我了 啊 所以这就是这个 看自己的不同的层次 啊 境界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切看到的现实啊 存在 全是内在投影员 投影出来的像 投影员里的信息 是我们自己内在 自己执着的那些 认知 那叫业 啊 所以我们执着什么认知 就投影出什么样的现实 所以所有的现实 是来让我们觉察认知的 而所有认知都是障碍 所以颠覆认知呢 我们的内在就提升 它就在实现我们生命的意义 这就是消业的过程 所以只有按照这么一个逻辑的 生命的意义才能 呈现在我们的每一个生命当下 啊 这是看自己的本性 所以读论语的读这些呢 如果能够看到它那边 最后最终的那一段的形象的意义 和分生命意义的关联之后呢 它不是只是在解决生命中的问题 啊 领域是可以解决生命中的问题啊 而且能够非常智慧的解决生命的问题 但是它解决问题的目的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动向提升 啊 因为它看到所有问题 都不是外面的问题 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认知 创造的 而自己的认知都是自己成长的障碍 所以这样呢 自己的空间格局呢 就是一个多维度的 啊 那么刚才这个梁老师专门讲到 这个问题外面的想法是外面的呈现 这就是当我们着象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外面的众生相 啊 我们用外面的世界来界定我们的存在 这一下呢 就把自己的这个本体能量给丧失了 所以呢 内观自省啊 就是叛内在 它跟新经说的高度契合 啊 新经呢 这叫观自在 就是内观自性的灵在 啊 这就是看自己 啊 那自性是什么呢 啊 本自既族的本性 啊 它指的就是恩为恩其无穷的 灵在呢 就是当下的存在 啊 所以呢 这个体就代表这个当下 啊 所以呢 自呢 代表是内在的空间 啊 无穷无尽的 啊 自性圆满的 这个本质 啊 生命的这个投影员 所以内观自省呢 能够从这里面看到自己投影严厉的那样的关系 啊 这样的话呢 就理解为什么要帮助他人 因为他人是自己投影的项 所以他人成的烦恼也是自己的认知投影出来的 他只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检查自己在这方面这道题还没有圆满 虽然你自己可以不受这件事情的烦恼 但你投影出这个时空里面有这种烦恼存在 就说明自己的这个内在的这个东西还没有完全这个认知 还没有完全超越 还没有完全肩负 那在佛教里面讲到了这个烦恼即扶提 指的就是这个啊 就是你的任何的烦恼都是得智慧的机缘 所以一个罗汉呢是个决者啊 他不会因自己产生烦恼 这菩萨呢是把别人的烦恼也当自己的烦恼去解 啊所以他比罗汉多了无穷多倍的啊 得智慧的机缘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明白这个世界没有别人 所有的外在都是自己内在投影的啊 只要当自己内在圆满了 你才能投影出圆满的外部世界 所以这里面呢帮助他人实际帮助自己 或者反过来是他人来帮助自己获得智慧的啊 是获得让自己觉他自己的认知啊 来颠覆认知的 颠覆认知的成长 这叫反求诸己啊 就外面的一切的诸事诸人诸物 全是源于诸己啊 当你从这个反求诸己的这个境界来看 自己的内在认知的颠覆就会让自己提升啊 所以呢这样的话呢 就真正的实现了这个别情圆满啊 就只要你看到外面有一个啊 存在一个这个不自然的存在啊 或者说有一个鬼啊 就说明内在还有一个不自然的存在和一个鬼 你就当把最后那个内在认知障碍颠覆了 你才能够通达才能真正进入觉醒研满 那个时候就所谓佛的境界叫佛看众生皆是佛 啊所以那时候的自己啊 就是完全回归自信啊 那个道家管那个境界呢叫什么呢叫先天啊 因为从先天只要一到后天就有能量的分别了 能量属性的分别啊 那当然最接近先天的能量属性的这个分布呢 就是自然啊就是自信的本然的呈现的状态啊 所以你只有往内才能看到自己的这个啊 内在的认知是什么啊 啊那么这个呃 梁老先生在讲到人心自然流行 实时当下不离此地啊 他是从自信的本然流行出来 他为什么说一定要从你自己的内在啊 去关联当下呢 就是因为当你有你的直觉和你的当下的这个感受 是你的内在认知和现实这个像直接面对的时候 啊当他直接面对的时候呢 你能从这个像直接读到自己的认知 呃这个时候呢 这种自然就是连接的啊 如果你不是按照这个 你是按照知识层次 你是在外面去找原因的话 那你内在这个原因就被外面的这个事项给障碍了 你就没有机会发现自己的内在这个认知障碍是什么了 你就失去了一个内在提升的机会 啊所以呢 他人心自然流行的时候呢 你内在这些障碍就会自然呈现 那他呈现出来的 你实时在那个当下去颠肃那个认知的时候呢 你不离此地的时候呢 你每个当下都会得到内在提升的机会 就实现你生意义的机会 这是这个这个人类的所有智慧系统 内在的本质 他外向显化的所有的呈现啊 所谓的和谐呀 所谓的这个自在呀 所谓的这个喜悦呀 幸福啊 他都是为了创造一个内在提升的充分且必要条件 而内在提升呢 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对自己认知 内在认知的颠覆 你不颠覆这个认知 这个认知永远会是一个障碍 把你带在这个有限的时空长次里边 啊 所以看自己就是一个修炼啊 就是观自在啊 当你能够真正的破掉中间一切项的时候 啊 这叫行深波罗波罗蜜多 不断进入更深的高危啊 波罗就是恩为恩其于无穷的内政自信 啊 在那个境界的智慧啊 这时候呢 叫照一点无印接空 这你就彻底觉悟 你能看到整个宇宙空间一切存在的来龙去脉 和他们的内在关联 而你又不执着于任何一种有限的存在 啊 任何有限存在都不再是你的障碍 啊 你可以任意的去驾驭它 啊 你可以任意进入任何的境 任意出离任何的境 这叫如去如来 啊 所以看自己 使谁的自己内在提升 可以获得更大的生命的自由 和内在空间的自由 啊 谢谢 梁老师您提醒 好的 曾子啊 这种事情 言渊啊 啊 论语言渊篇里头 我们也可以看到 啊 言渊问人 子曰 客己赋礼为人 为人有己 他还讲到的是这个己 而由人乎斋 也就说 你要做一个人人 那这个重心还要放到自己身上 还是要看还是要看还是要在乎自己的言谈局质 而不是别人怎样 那么从这个圣读功夫 对吧 在礼记里头也讲过 君子 圣其毒 梁乃书明先生他特别做了这个圣读的一个解释 他是这样说的 圣读之圣 即宇宙生命的不屑 圣读之毒 不是说只有自己什么都不管了 而是什么 是宇宙生命的不对 无所对待 那么我们现在一弄都是有一个什么目的 有一个什么所求 我印象很深 当时有一个居士 我祖父还在的时候 我祖父一般是吃完晚饭以后下楼去散步 我陪他去的 那这个居士呢正好也来了 他呢就跟我也讲 他说他马上准备要去五台山 问我爷有什么要嘱咐他的 我爷就看了看他说 那你去礼佛就礼佛好了 还要想一个什么事情 才去五台山 当时虽然我不知道是不对 但是这个对话 就是我祖父要求他不要起心起念 然后想一个东西 而是真正让这个心 去礼佛 拜佛 敬佛 这个话我是印象很深刻的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头 按说好像看自己我们是对呀 对吧 只要你不是去照镜子看看 是不是自己颜值又怎么好了 那这种看自己 其实是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什么 梁说明先生讲 就是圣读的一个重要的功夫 就是不要自欺 不要自己欺骗自己 当下痛痒 亲切处 无怨佛界 不伪妄 是伪君的那个妄念的那个妄 不伪妄 要收容精神 因为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怎么样 容易自欺 你比如说你自己正在结实 但是看到这个奶油蛋糕很好 没关系 来一口无所谓 这个其实你吃下去以后 口感可能很好 但是心里头是打仗 因为什么 你在自欺 你知道这口奶油蛋糕该吃还是不该吃 这件事情当做还是不当做 尽管可能当时没有什么摄像头 没有众目睽睽之下 你做了这么一件事 但是其实你自己还是知道的 所以在这一点 圣读功夫 其实也是 在我的理解 也是要看着自己 对自己 不放松 他特别强调是不细 梁如铭先生特别强调 就是我们有时候出问题 不是因为别的 就自己散泄了 自己知道应该怎么做 但是做不到 做不到 那么梁树铭先生特别指出 就是圣人无他场 并没有比我们有什么特别玄妙的法术啊 什么这些东西 但是只是什么 视听言动之为真耳 就视听言动的时候 他是真心的 他是不自欺的 他是根着自己的心去走的 所以梁树铭先生 还有一句话 我印象很深 他说过 他说我的生活是一个整个 我不允许我的思想在此 生活在平 那么这样的一个日子 我一天都是过不来的 那可见 这个时候就是 看自己 不散谢 那么梁树铭先生曾经指出过 就是 稀乎一般人 故自隔千束缚之中 活泼自如的真力量发不出来 要真正得到不伪望 就是做伪和妄言 必胜其毒 胜就是不能放松 就是要盯住 毒 就是不对 因为我们自己做一个事 我们去做了 我们提一个主张 不管是在什么事情上 在工作上 在生活上 我们提一个主张的时候 我们总是怎么样 先观望一下 我这么说 大家会怎么样 我那么说 大家会怎么样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显然不是看自己 是朝外找 杨明先生也指出 就是 无生无臭 毒之时 此事乾坤万有机 者是也 是什么意思 也是不要情念 不要有 一个有对的主张 那宇宙生命是无对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收拢精神 集中于当下意念之萌动 这个就是神 不是小心谨慎 心有 怯怯 怕吃亏 怕上当 不是这个神 而是怕自己 不跟着自己在一起 就是生活 是两半的 甚至于好几半的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就是不慎 慎 由慎 而人于内 无己脉 无人之境 视为毒 所以 我自己甚至于有一个理解 就是说 看自己 可以说是一种 看住自己 要看住自己 不散现 因为现在我们 这个科研工作 随着这种 科研设备 科研器材 不断的推进 那我们其实看到的 就是在大脑科学里头 科学家就研究人的大脑的时候 揭示了人类去决策的时候 他整个大脑的生理过程 那么人类做决策 特别是负责长期的 理智的 长远规划的部分 是我们 像于 就是我们说的脑门这儿了 前额叶皮脂 由这一块 这个区块来负责的 前额叶皮脂呢 相对于人类大脑的 其他部分 是一个年轻的 是一个后演化出来的结构 那这个呢 是负责抽象 和解决具体而复杂的 问题的 这是他大脑区块 这个责任 但是那种本能冲动的决策 是由大脑的边缘系统 这个大家可以找 那个大脑的这个 生理解剖图 你就可以看边缘系统 和前额叶在哪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边缘系统呢 又被生理学家 大脑神经系统的 这个科学家称为 蜥蜴脑 就是爬虫类的 这些呢 是原始的 最原始的人类的大脑 它是属于 人类用来控制 对危险 以及生存 还有性 这些最基本的 本能活动 那么前额叶去 思考的时候 它会考虑长远 对吧 你比如说你今天 疯狂消费 或者是胡吃海塞 那一个月以后 会出现什么问题 这个是前额叶 它去考虑的 但是心意脑 才不管这个呢 好吃的你就多吃点 那这样一个情况下 由于这个进化的这个差距 实际上吸引脑的速度 对大脑的 对人的影响的速度 是要快于前额叶 所以也就是说 人类为什么 不太善于做一个远期的 或者叫跨期 跨越时间的这种决策 对吧 比如说 戒烟你知道老时候烟不好 但是现在 现在还再来一口吧 那么对短期的这种刺激 或者叫奖励 诱惑 而不去考虑长远结果呢 从生理上解释 就是前额叶皮脂 它的这个思考速度 不如吸你脑 所以这个时候 我的感觉 就理解了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 看住自己 因为你仅仅跟着本能 不用大脑去思考的时候 那其实是吸引脑在做 虽然你好像 你的人生你做主 其实呢 是那些本能的 原始的 那种思考的办法 在掌控你 掌控你的行为和学责 那这样一来 这个慎毒功夫 就做不到了 所以这个其实 我也是啊 最近刚刚看到 就是有关这个 大脑结构的研究 那这个东西 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提示 那我们怎么办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 等一等 沉住气 想一想 多想一想 就别吸引脑 一有动静了 前额叶还没反应呢 你马上就跟着走了 那这样一个情况下 它往往是一个 莽撞的 思考浅显的 不顾长远的一个思考 那这样的话 人 就容易出问题 出偏差 我先讲到这儿 下面请 游光老师 点 谢谢大家 这里面 讲到的 这个关于 我们现实人 是活在 这个 现实的 证书 标签 和这个 表象的身份上 这边就有一个问题 就说 我们现实人 因为活在过于表象的时候呢 我们就无法了解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 当我们穿越表象的时候 我们才能看到 我们是从高维空间 投影到这个空间的 我们的高维能量结构 就是我们的灵魂 所以我们通过高维能量结构 投影到这个空间的一个物体像 或者叫生物像 那这个像呢 这个结构 体现在这个 色受响行驶 这个综合能量结构 构成了我的一个外向 而我的内在呢 是高维能量结构 就是灵魂 那我从哪来呢 那从高维呢 这些东西 每一维度 都是上一维度的投影的像 所以终极的投影像 把投影员 是在N维 N其物从大 那就是我们自信 所以我们从高维 从N维来 那我们要到哪里去呢 回到N维去 这就是东方智慧的精神 就是研究天地人 研究回天 就是出生和入死 出生从高维投影过来 叫出生 入死是回到高维去 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所以我们要读我们中国 这个中华文化的经典的时候 如果读不到这个层次的话 我们只是在 行人中跟行人像是理解的 如果我们要知道 进入高维回归自信 回归投影员 这才是所有智慧系统 包括如今系统最本质的部分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悟出 这些高维智慧 给我们的体力 所以这就是从刚才讲的书签标签 就忘了我们是谁 我们活在标签上 我们活在这个证书上 我们活在我们的现实身份上 这样跟我们的内在呢 关联不起来 那这边专门讲到这个圣读啊 这个题目啊 讲到这层就比较深入的呈现了 非常非常精彩啊 这个为什么呢 这什么那圣读的解释啊 特别特别棒在哪呢 他说 杨老师说 圣读之圣 是宇宙生命的不屑 这叫什么 那首先我们现在 什么叫宇宙生命 宇宙 是一个完整的宇宙 是恩为恩 其余无同大的 而在这个生命 在这个宇宙中生命 是有不同层次的 我们现在呈现的是 三维的生命状态 实际呢 在不同维度上的生命 呈现出的不同的生命状态 那对于生命的意义 就在于持续的提升 我们生命境界 这个呢 持续提升就是不屑 这才是真正的不屑的本质 就是提升灵魂的高度 这些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就是规刀 所以这个不屑 就是修无止境 实在整个宇宙生命 走向一体 走向天人合一的不屑 这叫慎 这个呢 在那个儒学思想里面 还有一个词 跟它高度契合的 就是诚意 就诚意 就把自己的生命的 所有的当下 都跟生命内在提升 高度融合 就没有一件事 跟你的内在提升是无关的 你的行驻 做过事业 甲军财富 包括身体状况 全跟你的内在提升相关 这叫慎 那个读呢 又提到 慎读之读 即是宇宙生命的无对 这个太精彩了 因为什么 神是对 对是分别 对就是分别 那么分别是怎么来的 是执念而来 是因执念而产生分别 因为这宇宙空间的能量波 无穷无尽 当你不执于 因为一念一众生嘛 一个执前波就是一念嘛 当你开始执念的时候 就这一念就开始产生了 能量波的纠缠 同情共振 由此衍生出 林林种种的存在 所以当我们开始执念的时候啊 就产生分别 只要有分别就有对 当你超越一切执念的时候呢 就无对 而且这个执念呢 它还有层次 你的三维执念 构成你的三维存在的 这种状态 每三维存在我们看到的 每一种存在 它都是有分别 而且呢 任何事情 有所谓的对 可错 傻可恶 但你跳到四维的时候 看三维的这些对立 就没意义了 就让人看马里打架 完全跟人没关系 所以当你维度提升的时候 你的前提 首先你在这个空间里 无对的时候 你才能提升到更高位度 你只要在这个空间里有对 你就被这个对 所争 是纠缠在这个空间格局里的 所以呢 无对不是说 就是简单的不对立 它无对是为了创造一个提升 我们自由度的一个空间条件 这无对的前提 是以无分别 就无对 你有这个分别意识 它就是对 所以呢 这个读到最后呢 指向的是什么呢 指向的是唯一 读就是唯一嘛 那什么时候才是唯一的呢 对这个宇宙空间呢 恩为恩其余无穷大 才是唯一的 所以它就是那个 基督教里说的那个神 才是唯一的 也是道家说的这个无极 也就是天人合一 也就是基督 佛教说的这个 无上正觉 所以在那个境界 才是真正的读 所以圣读就不懈的 走向这种 全人合一的生命境界 这才能理解这个 领域的这个形上 在这个里面表达的 那生命觉醒的这个概念 所以呢 那它在现实中 表现出的什么呢 就是不自欺 因为只有你不自欺的时候 你才能发现 现实的当下的显化 和你内在认知之间 直接的关联 你才能读懂 这道生命的应用题 因为我们看到 现实的一切 都是我们生命的应用题 它都是来帮助我们 发现我们自己 内在的认知障碍的 如果你在外求 这个事情的答案 或者你回避这个 直接跟你当下面对的 这个能量关系的时候 你就一下就失去了 解你自己 这道题的机会了 所以所谓的自欺 实际就是你明明知道 这件事能跟你自己 内在的一个认知关联 但你找了一个 另外一个理由 去跟它做了一个关联 也就是你这道题你没做 你把它给放开了 或者把它给别人去了 这个就是为形成你 失去了你自己内在 提升的机会 这边又讲到 圣人无他常 只视听言动之 为真人 这句话很棒 就什么呢 真正的圣人 他在每一个当下 去觉 觉什么呢 在这个当下的 视听言动的时候 来觉生命的应用体 觉完了以后呢 他当下可以悟 他悟什么呢 能不懂这个应用体 同时呢 他当下呢 能够完成这道应用体 这就是生命 随时保持一种 通透的状态 所以呢 不怕念体 就怕觉慈 所以你念体和觉慈的速度 越快 和觉的速度越快 你的功夫就越高 有些人念体 产生烦恼 可能一天 两天 十天 一个月 一年都跳不出来 那个这个 真正的觉醒的生命 他会随时观照 他可能 虽然有一点时间差 但时间差 在他的生命修炼里面 会越来越小 因为什么呢 他慎毒 因为他不屑地 去观照每一个当下面对的 生命应用体 所以这个时间 会在体面之间 就能对这个题目 了然 并且当下 通过自己的转念 去完成这条题 所以这边呢 就是说我们精神 这个圣呢 也就是诚意 那最后这个 梁老师讲到了 关于这个 前额叶这个事情 还有边缘的动物性 这是现在科学的 一个表达 一个描述 也就是我们身上的 这个动物性的 这个反应体系 是在这个边缘 大脑的边缘系统 而前额叶呢 前额叶呢 他是处理 这个信息的部分 那这个信息 他处理的是一个什么呢 是知识和智慧性信息 这个其实前额叶的 处理这些信息呢 也有不同 他有的 有的部分呢 是处理的是 三维的 知识性信息 那么其实这地方呢 还在跟高位关系 所以呢 前额叶这边有一个点 有一个地方叫上丹田 这个上丹田呢 是连接高位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前额叶有两种 当你能够开启高位的时候 上丹田是可以帮助你 下载高位智慧的 这是高位智慧的一个通道 但如果你不懂不懂得这件事 你是用知识填满这个前额叶的时候 那知识就成为障碍了 这叫参观知识 就所知障碍的意思 所以实际前额叶 它有两种功能 一种是存储知识的功能 分析 以知识来建构起 我们对这事物的反应 它又是一个指令发出系统 就是我们整个生命体系 生命相当于高精密的活性生物电脑 而这个活性生物电脑里面的软件 比硬件要重要得多 那这个软件建构在什么样的空间格局 这个多大的容量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有指令 有内在核心指令组成 核心指令的这个 跟高维连接的指令下载的通道 是在前额叶的这个上丹田这 所以这样我们就理解 为什么有叫一手丹田 有下丹田 中丹田 上丹田 下丹田呢 它转化的是物质 和我们的存在意识之间的关联 它能和谐的让我们的物质能量 跟意识能量呈现出一种和谐状态 我们的生命状态 健康是由下丹田决定的 它是转化的固态和液态能量的这个层面 当然它受意识的导引 它有意义 到了中丹田呢 它是三维和高维的连接态 就是新轮的部分 到了上丹田呢 是直接连接高维的 所以讲到田围叶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们的所有的真正的意识活动 我们的整个的所有的生命指令 是由这个地方连接和发出的 如果你这个地方 局限在三维的知识系统里面 需要的 那你就被障碍在这个过程 所以你的所有指令 都提供于三维的指令 这种三维指令呢 反而是我们通达高维的障碍 形成所席障碍 如果这个时候你 不被知识所障碍的时候 你是用你的直觉系统 开启直觉系统 开启你的灵感和通道 因为直觉和灵感来自于高维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的前一夜的这个上丹田 就真正打开了 这一打开的天眼 慧眼 那个法眼 这个佛眼 这个整个 这个系统 就整个就打开 所以从这个 圣读这块呢 它的内在本质 是回归高维 就是持续的 修无指令的 而且由大院引领的 回归那个 独一无二的宇宙的 终极目标 恩人 恩七一无穷大 那个地方叫成佛 叫成道 又叫回归神的国 谢谢梁老师 恩这个 跟这个 刘峰老师对谈啊 我自己也觉得 很受启发 因为其实在接触 这些来访者 学生啊 老师啊 这些过程里头 我自己觉得啊 可能是 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感觉 没有什么统计数据 但是我的感觉 就是很多人的思维啊 他不是三维 他连二维都没有 特别在乎的 就是一个狭隘的 直线型的 特别简单的因果关系 所以我特别爱说 很多的人解决问题 就是那种 水多了加面 面多了加水 以为在这一点上 就可以把所有的问题搞定 所以本身也是一种懒惰 是一种散泄 是一种对自己的放纵 那梁正明先生也特别提出 这个看自己里头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不能泄 因为一泄 就不成 啊 诚实的那个成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自己实时主动自觉 对吧 因为我们得看清自己 把自己看清楚了 我们还 才可以让自己 成为一个好的自己 对吧 不断的发现自己 所长所短 存在的问题 那才能让自己 不断的提高和成长 那么为己呢 其实是推己及人 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达而达人 成人即成己 这个也是啊 孔子的这种人啊 主张的这种 仁义道德的这个人 这个道德原则和主张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看 比如说从最简单的 啊 不要那么高纬的 我们就是三维的 这种归因理论 啊 有一张这个 三维归因理论的 这个事意图 那就可以看出来 它是稳定度 内外 还有自己能力 任务 努力 运气的这种强弱 啊 这种因素 来去考虑 那我们去看的时候 真正能够把握住的 这个能力 是跟这个己 关联更多的 啊 努力也可以 但任务难度和运气 这个都不是我们 所能管得着的 所以我们可控的部分 更多的是能力 因为能力不够 你光在那儿努力 恐怕也不行 对吧 平时 比如说英语的 那个词汇量不够 你现在要考试了 你说我努力 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显然是跟你原来的 啊 这个语言的能力 能不能够基础达得比较好 这个才有关系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 我自己认为 那么从三维归因理论的 这个角度 那最起码 可以帮助我们那些 一维的 啊 或者是二维的人 有一个新的 生为的可能性 就是要注意到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 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要禁忌 禁忌在我 发动自我 而且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不要被本能控制 摆脱或者叫反对 这种本能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压力 外界的压力 甚至于是危险 总会有的 总是很难免的 那在这个时候 你怎么能够让自己 能够看自己 能够信任自己 这个就是一个 很要命的事情 梁淑民先生 他讲过 他一生最最折服的 就是这个 武庸伯武先生 所以他曾经在这个 1915年年底 那这个时候的武先生呢 已经从这个 中央陆军大学毕业 留校 一个是留校任教官 同时还在 陆军参谋本部 任职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大家看这个 中国纪念史 正好是怎么样 袁世凯萌生了 当皇帝的这个想法 那么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 中央陆军大学 那显然也是这个 民国北京政府 管辖的地方啊 那这个时候 民国北京政府 的大小衙门 各个部门的长官 怎么办 那都是去迎合 袁世凯 这种称帝的野心 所以怎么样 大家连宁据书 劝袁世凯 来当皇帝 因为这种情况 就是一个 风潮 对吧 因为 袁世凯他已经 起了这个心了 已经暗示大家了 大家呢 又端着这个 民国北京政府的饭碗 不管是 仕途上怎么样 饭碗怎么样 好像最起码 不应该去得罪 袁世凯 对吧 那么怎么样 人人都签定 绝无例外 但这个时候 在这个中央陆军大学 在陆军参谋本部任职的 军人 吴庸博先生 坚持不肯 坚持不肯 因为他自己说 我不认为这样对的 我不能够干违心的事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已经知道 这个氛围是非常的危险 对吧 因为就你一个人 而且袁世凯 当皇帝的决心以下 这肯定不是 你不签字 他就当不成 那很多人就觉得 他当就他当位 反正我也拦不住他 我不签 他当然当皇帝 那就签呗 所以这个时候 很多的同事呢 很关心吴先生 跟他去 劝说 陈明这个厉害 但是在这样的一种 很压抑 很危险的氛围内 吴先生 仍然是态度平和坦持 从容坚定 同时并不张牙不扰 比如说什么 跑到那去喊口号 他没有 他只是表示 这个我心里不同意 所以我不会 为难我自己的内心 所以我不去签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劝劲 这个讨好袁世凯 称帝的这个活动 大家都签 吴先生就不签 但是到最后 到了最后 吴先生 居然也没有事 吴先生后来 当然辞职 离开了这个 中央陆军大学 离开了这个参谋本部 但是那个都是在什么呀 都是在袁世凯 他才已经死掉了 他才离开这儿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对吧 坚持去看自己 看自己的内心 跟着自己内心去做事情 去主张 显然 吴先生 是一个 真乳 杨树 梁树民先生还说过 说 吴先生 是一个 纯酒 就是纯 纯辱 纯酒的那个 纯 纯厚的那个 纯 说 吴先生 是纯辱 在这一点上 我们 看 自己 不是说 自己一定要 坚持自己 一个执念 然后就去硬杠 不是这样的 对吧 就是我们在宏观上 是要接纳这个现状 然后在具体的环节 具体的细节 在微观上 我们要有主动作为 对吧 就像你 比如说计划 明天 外出旅游 已经计划好了 这个订好车 买好票了 那下雨了怎么办 那怎么办 那你就带雨具呗 对不对 你可以打伞 你可以穿雨衣 这都可以啊 要有解决的办法 但是不是说 你坐那儿去骂老天爷 说你干嘛跟我做对 这个就没有意义了 但是我们其实 特别理解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看自己 其实有的时候 也是蛮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看自己 其实意味着什么 要尊重自己 要能够去直面自己 应付的责任与义务 6月8号 我正好去河北省的一所中学 去应邀 与这个学校的全体的班主任 进行做咱们交流 那这个学校呢 在当地呢 算一个好听的名词 叫所谓的基础博弱校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 就是教学成绩啊 高考升学率啊 这方面都不是很出色的 这么一个学校 那么我是应这个北大方面的要求 去跟这个学校的老师呢 做一个交流 因为这个学校 历年的高考 能考上一本线的学生 也不会超过20个 几百个学生里头 能考上一本的 不会超过20个 那这个时候我讲了一些 就是在这个教学当中啊 在应对高考过程当中 我们班主任应该做什么啊 应该注意些什么啊 从我自己做这个高三考生的 这个工作的实际经验 去跟他们去交流 然后有一个环节 就是可以让大家来提问 就这个高考问题 怎么去处理 怎么能帮到学生 因为七月份就高考了嘛 七月初就高考 虽然推迟了 但是也是高考也在临际 很意外的就是 第一个举手发言的老师 非常积极 马上就举手了 但是他提的问题是什么 他问我说 你们老在北大 在北京工作 那请梁老师谈一谈 怎么样才能制止 清华北大的毕业生 出国以后留学不归 我当时就有点想 哭笑不得 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学生 上一本的都没有多少 你去关心北大清华的毕业生 他出国留学归不归 我们俩谈 即便我敞开跟你谈 你也敞开跟我谈 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那不是就在过嘴瘾吗 相应的我就直接跟他说了 我说那你自己 能不能讲一讲 你带你们班 你现在 你觉得什么 你带的比较出色的 或者你有什么问题的 我们来就这个交流 我们去管人家 清华北大毕业 什么留学不归 我觉得这个事儿 是不是扯得远了一点 因为我当时的行程也很紧张 对吧 谈完了以后 我可能就赶高铁了 我们去万无边际的 去谈这些学生 留学不归的原因在哪 你找了原因 又有措施吗 有了措施 又能实行了 所以我自己就可以看到 很多的时候 我们很多的人 一考思考问题 就往远处跑 就不去看自己面临的挑战 为什么 其实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难点 就是你要看自己 其实就是要意味着 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让自己去不断的成长 而不断的成长这个过程 我自己说过 就是顶着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继续朝前走 但是这个人呢 非常有意思 我说这个问题 我们就不答了 行不行 这扯太远 他说好 那我紧接着问一下 就你刚才杨老师 你讲这个高考心理调整的时候 你开了一个什么大和民族的玩笑 我说大家都听到了 太多那么多班主任 我什么时候开一个 什么大和民族的玩笑 后来大家都说 从来没讲过 可见什么 就是他听的时候 他根本就没认真听 他自己在生活在他自己的头脑当中 完全去不去看他自己的所处的环境 和我们今天在一起座谈的目的 他都不着调 就是所有的问问题 一个是我没有讲的话 他按到我头上 再一个就是他自己的教学工作 在高三的这个问题 他不去找去研究 谁出国留学不归怎么办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很多的都是什么 就是害怕 我赶紧闭眼睛 所以有很多的号称是所谓的佛系青年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榜佛 他对佛完全不了解 以为摆一个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我已经看破红尘 这事跟我没关系 爱谁谁 就是了所谓的佛系 这个东西简直是荒唐的要命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的感触也很深 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人看似有很大的决心 想提高想成长想改变 然后然后就没有 然后为什么 就是在这个时候 谢了不成 没有专注诚心诚意的去面对那个挑战 面对自己急需解决的问题 而是用一种东扯西扯 四下张望的一种心态 去敷衍去闻视自己的窘境 或者是自己的胆怯 所以这一点上 我特别是在这个高三的学生比较多的时候 因为孩子还比较年轻嘛 那个东西一看就看得非常清楚 我也特别理解就很多的人为什么看自己觉得很难 因为其实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连接的一个正点 就一开始啊 梁老师讲到了一个正面 其实就是我们说 维度越低越不自由 就他接触的时候 梁老师接触很多人 他特别专注的一个极其狭窄的一种思维逻辑里面的时候呢 其实他体现的状态和他感受的状态 你是可以随处验证的 当你能够真正的去主动的去在现状态证本部继组的时候 你的生命呢 每一个当下都呈现它的意义 那这里面就讲了个体等等 离不开内观自省 他讲了一个三维归因 内观自省其实就是归因 因为什么呢 因就是陶委员嘛 我们的内在是陶委员 所以我们在陶委员里找问题啊 才能找到本质 所以真正的通过内观自省 才能找到根源 才能从根源上去化解我们面对的事情 这叫心法 如果了解到心法的时候呢 他是可以选择方法和驾驭方法的 他可以最有效的去选择对治当下境况的这个方法 这个能力呢 是以这个定界体现的 呈现的 也就是一个人那个维度越高 其实他的能力就越强 那他在因为什么呢 他能力高的话 他驾驭这个空间里的工具的这种自由度就大 而且呢 因为维度高 所以他驾驭这个空间的这个工具的时候呢 他任何一种工具 拿得起放得下 而且他能读懂 啊 做哪件事情要用什么工具 用什么方法 而不值于这些方法和工具 那这个整个一切都是以内在提升作为一个前提的 啊 所以禁忌 啊 其实就是发动自我觉悟 啊 反 这边讲了一个反本能 但这边的本能呢 有两层意思哈 一个是动物本能 啊 还有一个呢 是生命本能 这个动物本能呢 啊 就是我们说的 啊 这个眼耳鼻学生的这种 啊 基本的反应 啊 这个动物都有的 但是呢 生命本能 啊 它指的是什么呢 是本自自足的这个能量状态 啊 这个呢就是跟高维关联了 啊 所以这两种本能呢 是不一样的 啊 它这里面讲的反本能是反我们的动物本能 啊 让我们进入啊 发动自我觉悟呢 回归我们真正的就是君子立本 本力而道生 啊 起的正确的本 啊 这个本是归道的这个方向啊 所以就是把正向的这个生命成长通道立起来 啊 灵魂提升的这个大院立起来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本能的呈现 是一个高维啊 啊 本自自足的能力的呈现的状态 啊 所以在这里面对本能呢 做一个啊 双向的一个理解 就不会偏止 啊 另外呢 这个讲到这个 灵魂不惧 我心自主 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实面对的所有事情 啊 其实都是我们自己面对的人生功课 啊 就你自己啊 产生的恐惧 纠结 贪婉 啊 这些东西呢 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认知造成的 所以当我们能够啊 在任何一种挑战面前啊 啊 以自心做主的时候呢 你去勇敢的去承担这个题目的时候呢 这个题目的结果啊 是一个验证 啊 因为当你按你自己的内在去选择的时候 这顿选选择对了 他证明内在是本质既族 因为内在本质既族是需要证明的 因为大部分人对这个内在本质既族啊 他是不 无法真正确认建立的 他需要在我们生命中持续的去啊 确认 在各种挑战面前啊 由心做主的时候 他做对了就验证了本质族 而做错了的时候呢 他会问自己 诶我的什么认知让我做不成这件事 或者这件事达到反正的效果了 诶他会发现那个认知才是障碍 他把这个认知一颠覆下次就成了 所以这是失败的成功证目啊 所以用执心用自己内在做主做事情的时候 做对了啊 叫成功 没做对叫成长啊 所以这就是执心是道上率性 率性之为道 啊 那么所以呢 这个用这个吴国英这个签名这个故事 也是给大家啊 就是他执心面对现实的时候呢 实际上自己是 直接面对一个是自己内在挑战 他挑战的不是外面的事情 他挑战是内在的这种恐惧 啊 就是他不拒 他没有这个恐惧的时候呢 他他完全自信 他相信本质族的生命啊 是在主打他当下的态度 啊 结果最后的结果也没有没有没有发生任何东西 就别人担心的那些事情 啊 就是他自己内心在主打他的生命存在 这里面讲到那个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实际呢 这里面讲是诚意当下 啊 就是这个诚意就是把自己的所有的 这个精力 真正集中到啊 这个当下 而当下的每一件事情 都跟自己生命的觉醒是关联的啊 啊 他不仅仅提提示在或者是呈现于怎么解决当下的问题 那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他获得智慧 这就是烦恼即扑提 啊 所以啊 我们讲的这个整个人类的所有的智慧系统 啊 只有回归到当下才有意义 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一会过去未来全是三维认知 你在这个认知里面你就突破不了三维障啊 那你给他们的三维认知里面轮回 啊 只有当下可以从达高危 啊 所以当下才是我们真正着意的这个点 所以就 不管各种的修行啊 说来说去 全都得回归当下 所以修的全是当下 所以这里面呢 看自己啊 这个字啊 就是自信啊 自己就是当下的灵在 所以看自己就是自己的当下 啊 所以圣读啊 不屑也都指的是这个 啊 在这个当下的一种啊 内在纵横的观点 好 谢谢梁老师 啊 啊 好我接着讲 那么在这个看自己上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点 就是什么 身心要合一 因为 辱门孔学他的一个强调 就是 心安不安 心安是人的真正所在 对吧 我们也听说过 这个世界很大 我要去看看 那其实怎么样 心已经不在这儿了 心已经不在这个教学上了 他想去看看 他不想当老师了 那么不管怎么样啊 也许他是一个真真诚的主张 也许他自己想 转轨变形 这个都不重要 但是真正能让他全力以赴 让他心平气和去做 那就是什么 他的心安所在 那么在这里头呢 其实有的人 容易出些偏差就是什么 就是身心不合一 心也不安 前不久我们大家已经看到了 有一个从那个张家界搞那个 异装飞行的一个女孩子 很可惜 一家大伙出了问题 结果摔掉了 人也没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自己在想 就是很多的时候搞所谓的极限运动 都是在找一个刺激 他自己心 你可以看这个女孩子她自己的这个介绍 就是一会儿是潜水 一会儿滑雪 反正就是怎么有风险的事情她怎么干 没有什么一个 比如说我通过这个事情 服务于社会呀 或者是贡献于人类呀 都没有 就是始终让自己的心被那种 所谓心流状态所笼罩 所以在这里头跟儒家的这个东西就是相背的 最后我相信他出了这个危险一定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儒家在讲心安的时候他特别强调的是非逼他 不要说我这都是为你好 你把人家说的很烦 也不是也是非逼 不是别的 不是为自己占一个便宜 也不是调和 而是看自己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要求 就是心在枪子里 儒家的这个意思就是除了自己心安之外 没有什么要求 不要为图一个什么东西去做一个什么事 就是让自己心安 是因为自己的这种生命的情绪去所为 更重要的就是避免让一种情绪 特别是外人给你刺激的这些东西去做了你的主 这样情况下就是什么 不去看自己光去看旁人 看了旁人怎么样 魂不守舍心不在焉 然后就是 盲从盲动随波逐流 包括比如说我们想欧求抢双黄连去了 一会抢什么反弹根去了 一会抢食言去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心不安 自己的心定不下来 那么这种情况下 被来自于旁人 或者来自于一些群体这种情绪的波动冲击 然后丧失了自己对自己人生对自己生活的这种主导权 完全的让自己可能甚至于很不自觉 觉得没有自己觉得是自己在做主 但是实际上已经落入这种情绪的漩涡里 因为看自己难就难在 刚才我们讲了 就是要看到自己的短处 甚至要去看自己的伤处 我们想在外科守护上 大夫要去帮你处理伤口的时候 他首先要把伤口看清楚 看清楚的时候就怎么样 叫打开原来爆炸快速 现场比如说是一个外伤 那可能有石头有沙子有什么乱七八糟 稀里糊里先止血嘛 先送到医院再说嘛 那在这个时候 在手术台上在屋影灯下 那怎么样叫打开上处 要把这些脏的有污染的东西清理出气清洗干净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就疼就难受 捆着不动这个疼已经麻木了 或者说他那个神经系统都死掉了就这么周吧 那这个时候你要去治疗的时候 还不要说刮骨疗毒 就是处理一个外伤紧急处置 为运到医院去清洗伤口 大家都有过胃似的 这伤口喝大喝小 那这个都是要勇气去面对去处理 说这个时候真的很难 这个不是说一说 那什么要勇敢啊 喝点鸡汤打点鸡血就行了 因为真的很难 别的不说 比如说我前不久 就是牙有些疼 当然有这个疫情的问题 实际上也很发怵 因为看牙医肯定是一个艰难的经历 所以也就是脱 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可见看自己 面对真实的自己 这事真的不容易 那么再一个就是我在自己在这个学生的时候 就看的更加清楚一点 因为他更更多的 因为他社会活动少嘛 他很多的都是课业当中的问题 就变得比较清晰 那你比如说很多的学生 对吧 他要临近高考了 那他这个情绪就很糟糕 会经常说抱怨 抱怨的华太多 比如说说我数学不好 但是你去问他 你数学哪儿不好 他是茫然的 他是茫然的 我其实大概理解 就是应该就是所谓数学成绩不好 那数学成绩不好 是数学成绩的这个哪部分让你不好的 比如说是三角几何这部分 还是三角函数解析几何 对吧 还是二元二次方程 或者说曲线曲面这部分不好 都不知道 就觉得数学不好 那当然去提升 或者说去补自己的短板的时候 自己也是晕的 自己也是朦胧的 为什么 因为他去针对自己数学的不好 去认真的去处理的时候 他会引起他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吸引脑的反应 他就是感觉很糟糕 因为数学本身让他觉得很受挫 那现在他又得去认真的去研究 自己哪受挫了 这个好像有点自虐 所以这样的文文统治的讲 我这个脑子不适合学数学 数学太难了等等等等 这个其实都是在怎么样 给自己找一个借口 自己就可以不努力了 因为我就是不行 我天生不是学数学的料 那这样怎么样 我看不清自己的这个数学成绩 哪出了问题 怎么去补 怎么能够在这将近一个多月之内 能够做一些改变 能够做一些改善 那这样一来怎么样 那就是自欺 因为你知道数学是不好 但是显然不是数学是得零分了 因为毕竟是高三嘛 对不对 那数学早就一直是一路红灯 那可能留级或者是辍学了 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什么 就是心得在枪子里 身心得一体 你批判数学成绩不好 那你就得去采取一个行动 使数学成绩在你所能及的范围内 能够改善下来 因为我说的这个心 不是说你那个心脏那个解剖的位置 而是什么 浑身是心 就是你全身关注 那么心在箱子里的时候 身心一体的 是不能分割的 所以我印象很深 就是写博客还很流行的时候 就看了一个 因为要去青岛旅游嘛 我想看一看那个青岛的这个 很多人当时在博客上写的这个所谓的路书 我也去看了一下 结果一搜非常有意思 山东的一个饭馆 把我祖父梁树明先生的一段话给写下来贴在饭馆里头了 这个我觉得因为那个旅行的那人到那个饭馆吃过饭 他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他本人也很仰慕梁树明先生 就在那个饭馆里看到 居然那个饭店里头把梁树明先生的话挂出来了 他觉得很很诧异很意外 那么这段话是什么呢 就是梁树明先生讲的 叫做吃饭好好吃 睡觉好好睡 走路好好走 说话好好说 如此 视为静 静 则不狗偷 一肆不狗的那个狗 偷窃的偷 则不狗偷 不放肆 静 静里的那个静 心 是在腔子里 所以其实我们一想一想 我们经常有的时候 上班的时候想着午饭该吃啥了 吃着午饭的时候该聊呀 下午还有什么事上午事没干完 心都跟自己不在一起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 没有在这个时间段去干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一个是自欺 另外一个身心分离 心当然是惶恐 吃着饭的时候想着赶紧吃完了 扒了两口 因为很多事还没弄完 但是上班的时候 在工作的时候 想着中午晚饭 中午饭能不能吃点什么好吃的 这个身心都是分离的 所以真的梁树明先生讲的这个都是大白话 但是我们想一想 我们如果每个人能够做到吃饭好好吃睡觉好好睡 走路好好走 说话好好说 那你想想你的生活质量 是不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就可以有很大的改善 所以看自己也是让我们自己走向人生幸福的一个观念所在 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空洞的修行 和这个宏大的空洞的口号 一喊就完了 贴在墙上一个标语就完了 而是真正能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所帮助 我就先讲到这儿 这个身心合一 心安所在 那么这里面讲到其实这个安住当下 其实这个跟高危有连接的可能性 因为你不是安住当下的 你跟那个生命的觉醒永远没有关联 因为刚才一会过去未来都是三个人去 所以这个心安所在指的是这个 那现实人呢 因为呢 不了解这个生命的本体是怎么回事 所以他要刷存在感 所以说寻求外在刺激 这个存在感它有不同的层次的这种表达 所以呢 这个在不同层次上 对存在感的这个表达它不一样 这个一种是肉体感官刺激 还有就是所谓的我们在现实中的这种自己的标签 那些证书啊什么之类 还有呢就是助向不失 所谓助向 这个佛教内容不助向不失 它实际上呢 这个存在感不执着 但是当你助向不失的时候 就着功德向的时候呢 它也是一种存在感 所以就在我帮人的时候也帮助了一种 一种存在感 自我存在感 所以呢 这个呢都不是究竟 它究竟是观自己 是以自己的投影源 跟自己的高危的当下安住才是 那所以儒家这里面讲 非力他 非力体 非调和 这些利他利己调和 这些都是在明相的表象上的 这个 它有这么一个所谓的例子 那么实际上它讲心在枪子里 这个实际讲的就是真正的心身合一 而这个心是这样的整体宇宙 其实这个心身合一讲的是天人合一 只是我们在这个不同格级上 对它的一个简单的理解 那心身合一 心物合一 知情合一 它实际讲的是都是这种概念 那梁老师对你们专门讲到的这个情绪 其实这个情绪啊 不光是情绪 还有情感 所以只要这个情字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情就是能量的互饶与纠缠 啊 所以就像一石湖水 一石湖水 啊 当你平静的时候 啊 它的表面啊 你可以穿透 看到水底 也可以看到水面 反时的日夜清晨 一两两天 实际两两分明 但如果你不断扰动它的时候 啊 这个时候你什么都看不见了 啊 这就是情 啊 所以情绪和情感 实际是障碍我们 跟我们的那样智慧关联的 那么这个 只有心在箱子里的时候呢 它就进入了一个身心性 这里面有一句话叫浑身是心 这怎么讲啊 啊 啊 浑身是心讲的是灵维 啊 就灵维任何一个质点 具足宇宙中的所有信息 啊 它跟整体宇宙是一回事儿吧 啊 所以呢 你的身体的所有地方 都跟宇宙可以关联 啊 所以叫浑身是心 这宇宙中没有任何一个存在点 不可以连接整体宇宙的 啊 这叫宇宙全息率 啊 所以这样的话 浑身是心 它也是对宇宙全息的一个可能 是一个 比较直观的一个表达 啊 那么讲到了这个 这个梁先生讲的行住坐卧啊 啊 就是好好吃饿好好睡觉的 他就讲是每一个当下的觉 因为你在这个当下的这个觉 啊 就你每一个当下都在面对你生命的题目 啊 你在这个当下融入这个当下的时候 你就有了这个觉 觉之力 啊 你就知道你当下所面对的一切 其实都跟自己的认知相关 都跟自己的觉醒有关 而当下读懂你的生命题目 啊 这就是误 而当下就完全这个就是行 啊 所以这时候呢 你进一定是进在这个当下的时候 你进过去进未来 你都是对未来和过去的执着 啊 而你进这个当下呢 就等于你在进你自己的内在的高位 啊 只有在这个当下 你才能够专注于 啊 你生命的内在的提升 啊 啊 我自己的理解就是首先这个体要弄清楚 如果这个体弄不清楚 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肉体或者是一个身体 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其实都不对 嗯 因为所有性格的东西 其实它是对神的 对吧 你比如说 我脾气大 我爱发火 那对面人家是以武术灌金 你发一火我看看 对不对 那特别是因为当年我参加过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门头沟妇联救助这些啊受家暴迫害的父女同志的那个心理调整工作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的非常清楚啊 经常说啊 他什么老公啊 这个心情不好啊 大男子主义啊 但是后来我才发觉其实他还是一个说到本质 这还是一个气软怕硬 你不管他多么的看上去多么的残暴啊多么的凶狠 他其实一样还是气软怕硬 那在这个里头 其实我们人的本质是什么 就在任何的时候是不是真正的自己 那他不是 他是在这些弱女子面前他很强悍 对一些压力 对一些挑战 对一些问题 他也是怯懦 也是恐惧的 所以这个可以看出来 就是真正看自己的时候 一定要透过表面现象去看问题 而我们现在呢 过于的好像落在一个表象 特别是我们觉得有了网络了 我们可以无所不知无所不小 不管是问度娘还是问知乎 然后马上就可以解决问题 其实不是 因为在这里头一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儒家的功夫 梁树民先生专门讲过 儒家的功夫是见理实修 不是口耳三寸之间的事情 所以我们讲这个人生态度 不是学了一个知识 把这个课讲了几个小时就完了 是希望大家自己有一个正确的 对自己有帮助的 能让自己走向幸福的 好的人生态度 我先讲到这 谢谢梁老师 有请刘峰老师 谢谢梁老师 今天这个话题刊字 其实特别重要 通过梁老师的这种清床严谨 当时呢 他把这个《鲁与西藏》里的 这些重要的句子 和梁先生对这种分析和理解领悟 一下就跟我们的当中灌通下来了 就跟哪个生命的当下可以缓通 而又让我们通通接这个过程呢 又读到了 又悟到了 这个《鲁与》的行而上的部分是什么 《鲁与》重现在行而下的 行而中行而下的部分呢 世人的很多人是知道的 他确实有很多生命智慧在 但这个生命智慧的背后 在启发的是什么 也就是上半部鲁与 他在启发什么 所以今天呢 我们把这个看自己的 现实和超现实和 跟生命本质的关联 把它关联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特别难得的机缘 因为我一点也希望找到这个对 《鲁与》系统比较了解的老师 正好借着《鲁与》老师 连接了这个梁树敏老先生 对这个儒学的这种深刻的领悟和践行 能够让我们从中去悟到 论语的形而上的部分的一些对生命的起立 对生命意义和这个宇宙生命关系的 这方面的领悟 谢谢鲁与老师 也谢谢各位朋友 谢谢鲁与老师 非常享受 好 感谢两位老师 就梁树敏先生 《心目中孔子人生态度》系列课程 第四讲 看自己的对话分享 也感谢大家的 线上的收听 我们下一期课程 再见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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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